我們來看一下,第一題 一個彈簧外力40克重,伸長是0.2公分 那彈性限度內如果瘦30克重的話 它的伸長量是多少? 多少? 我們的老虎 虎克頻率 是不是告訴我 外力 會等於一個常數 去乘上什麼? 去乘上伸長量 對不對? 老師有講過壓縮量嗎? 有喔,所以如果常數不看它的話 我知道外力跟伸長量乘什麼比? 所以它是不是會有一個比例的關係? 對喔,好,那現在告訴你 如果40克重的時候可以讓我伸長幾公分? 0.2公分 0.2公分 那我今天問你 如果有幾克? 30克重的時候 請問你可以伸長幾公分? 那X你會不會算出來? 會喔 所以X哪有多少? 所以X是不是等於 0.2跟30互乘 然後40 是不是這樣? 是喔 是喔 所以兩個0互約之後 0.2用2來約剩0.1 這邊是2 2跟3再約15 所以 0.1乘以15等於 0.15 這是1.5才對 2跟3約是1.5 所以是0.15 算對的舉手 算錯的舉手 0.15 0.8 3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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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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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去哪裡 後面有沒有位置 你要往後移喔 可以啊 就高時再往後移一點 然後你就可以往後移啦 好 椅子先翻啦 桌子先翻 都翻不過去了 好 來 第二題 來 注意看 第二題 好 看第二題 反正使用一個彈簧 測量物體的重量 彈性限度標示為100克重 原長 這些都是關鍵字喔 這些都是關鍵字喔 彈性限度是100克 就是說如果掛超過100克的時候 彈簧就會怎麼樣 會壞掉 原長是10公分 這個東西是待會兒 如果用升長量的話 它有可能會考你全長 今天掛20克重 全長是18 掛上20克重的法碼 全長是18 掛上20克重 全長是18 如果今天掛一個小熊 變14 那我請問你 掛一個小熊如果變14公分的升長量 那要請問你 小熊有多重 小熊有多重 你注意看喔 這邊是不是考你 全長是18 對不對 對喔 虎客先告訴我們什麼東西 虎客告訴我們 外力 對彈簧失憶的重量跟彈簧的升長量成正比 對不對 對喔 好 他說我掛了20克重 彈簧變幾 變多少 彈簧變多少 不要拖著頭 不要趴在桌上 做好 彈簧變18公分 那原來呢 這是後來變的 這是升長後是18 升長後是18 我畫給你看好了啦 彈簧本來是10公分 可是掛了一個誰 他說一開始20克是什麼東西 砝碼 掛了20克的砝碼 本來是10 後來升長變多少 後來升長變18 那升長量是多少 升長量是不是8公分 是還不是 是喔 所以表格 你也可以畫表格 你也可以直接寫 隨便你 外力 如果今天是20克重的時候 升長量是 升長量是8公分 18-10 升長量是8公分 對吧 好 那今天 如果今天 外力是20克重 比上升長量8公分 會等於 小熊 不知道多少克重 他說怎樣 多少算小熊會升長到多少 是不是升長4公分 因為後來變14 升長量是不是4公分 是還不是 你這個比喻比例式 只可以用升長量喔 好 升長量是4公分 所以小熊的重量 可不可以算出來 可以 多少 用看就知道了 這是10 20跟8 等於多少比4 就把8除以2 這邊也除以2 所以是10克重 x等於10克重 答案選多少 A 寫對的就重 寫錯的就重 好 第三題 進行力的測量 實驗的時候 施加彈簧的力 f跟彈簧的升長量 x的關係 哪一個正確 來你注意看 10到40的時候 是不是正比關係 施力10克到40克 0克到40克的時候 是不是正比關係啊 這條線是直的嗎 不是 可不可以拿來測量 不行喔 來注意看喔 我把這張圖 剪下來 這怎麼考你呢 好 給你注意看一下 我來告訴你這個土將來會怎麼考 我來注意看 我們從0開始 一直到這邊 這條線是不是彎彎曲曲 外吸扭發的 這可不可以拿來測量 不行 從哪裡開始才ok 從綠色的開始 從這個點 到這個點開始 這個才是所謂的正比關係 一路往上衝 這是直線的 這一段才可以拿來測量 這樣聽不懂 聽懂喔 這一段才可以拿來做比與比例式 才可以拿來用外力跟生長量 做比與比例式 把他要求的問題 把他求出來 這樣聽懂嗎 懂喔 彈簧一定考圖形喔 彈簧一定考圖形喔 好 我們來看這題要怎麼選 如果我今天考你,來注意看 如果我今天考說凡事大於40 凡事大於40均可用來測量 這還是不對,C可不可以選 可不可以 為什麼不行 因為它有彈性限度 如果有這個字就不對了 這個圖可以來預測70克的時候 升長量是17.5,可以嗎? 可以嗎? 不行 可以預測70嗎? 不行,為什麼不能預測70? 彈性限度,因為你不知道彈性限度,很好 我們沒有辦法預測彈性限度了 所以這題要選多少? 沒有,因為這邊要改成多少? 40 這個20也錯了,應該改多少? 40 OK 所以第三題 沒辦法選 沒辦法選 第40 你還寫兩個答案,吳姐你還可以寫兩個答案 第40 哪一些現象可以證明有力作用於物體之下 旗幟飄牙,有沒有辦法? 蛤? 有吧,風吹在旗幟飄牙,風吹在旗幟飄牙 以呢? 地震裂開 我跟你們講,地震裂開 你會在基本學運測驗 如果有出的話,一定是一模一樣的逃離 地震,地表受到力量扭曲了,有斷層 921你幾歲? 2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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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歲 你有印象921這種東西嗎? 817年 不行啊,就有1千萬 那時候 我二舊家 我二舊家 裂成兩半 我二舊家 斷層經過他家 他家裂成兩半 真的啊 他們還有 有活著 有幸存 他們怎麼樣你知道嗎 他們睡到一半 然後地震 然後他跑下來的時候 我二舊我兩個兒子 他跟他 我二舊啊 我舊媽啊 他兩個兒子 跑下來的時候 然後那個樓梯啊 因為裂成兩半 他們家正好走那個樓梯了 兩半這樣跑下來 他們家隔壁 不是裂兩半 整個層到地底下去了 然後隔天早上我們去他家看他 沒有辦法開車 只有辦法騎摩托車 而且要騎那種馬力比較大的摩托車 因為普通那個地面啊 比如說超長 他們家現在超長那麼低 我們要去他家的時候 過一個路口 在第二個路口我們傻眼 第二個路口啊 因為地表的扭曲 樓起來至少有三層樓那麼高 你的下次來開車 我開車帶你去 有一個坡啊 爬坡 從本來平平的 然後往上爬爬 爬上三層樓那麼高 就是那個時候 920地震的時候亂騎上去 還在 這樣變成一個馬路啊 然後馬路就這樣子 往上開開上去這樣 就像你要上那個橋有沒有 上那個橋不是會一直往上嗎 大概就是那種感覺 然後很陡 就炒幾屁股你寫的 車站在那裡 蛤 什麼車站 什麼車站 火車站 火車站 火車站在那邊很遠啊 台中大坑啊 來 好啦 這你們根本有講到 所以這裡特別要小心 地震造成地表裂開 再來 行駛的車子不斷減速運動狀態的改變 所以有 一定會有力 再來 D D有沒有 人造物心要有地球轉 人造物心有什麼受力 有 受什麼力 地心引力 如果地心引力沒有抓著 他人造物心就會怎麼樣 有一個叫探險 探險家號還是航海者號吧 我有點忘記他的名字了 就是人類在上面 放著好像27種語言吧 然後還用一個金 用金打一個板子 然後上面就打一個男生 男人的形狀 跟一個女人的形狀 然後上面就寫 上面寫著一些就是 你好 我是從地球來了 地球大概 他就畫一個圖形 畫太陽 然後九顆 九大行星之後 然後在地球那邊標誌 八大行星 他寫中文 沒有中文 他就是科學家畫圖形而已 然後他寒孩子 後來看寫家號 然後把他往外太空打 他現在已經 他現在已經到那個太陽系的邊邊了 已經快要衝出太陽系了 然後他就放一首歌什麼什麼 Johnny Johnny Go Johnny Johnny Go 然後就知道他好快 趕快派通飛 然後希望他能夠被 換星人拿到之後 讓換星人再發訊號回來 地球人 你知道嗎 然後他現在已經往外飛 已經肥到那個太陽系的邊邊 沒有啊 他不吃軟料 他就是用太陽人的那種 一直往外飛 一直往外 他就是已經不受到地球的任何的力量 他就一直往外飛 已經飛好幾十年了 他就算好啊 他就算好 他就不受任何的引力 他就一直往外飛 好 來 我們第五題 第二題 勾起來 第七題也勾起來 給你回家做 我們來看第八題 第四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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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夾一餅廳 那他很久了 欸 那個筆記本就有看一下 看我們知道哪裡 你們老師會給你們看你們那個嗎 各科的排名嗎 不會 不會 好 你記得拿出來 我們一邊抄一邊做這一題 我們終於講到收力行行對不對 唉唷 講快一點了 唉唷 好